其中呢一架指挥机 负责整体的空中的协调与指挥 另外有三架医疗机 每架医疗机运送一名航天员 负责这个航天员的一间一旧 最后呢还设立了一架通信机 负责整体任务的这个空中的转性 以及把我们现场的一些画面 传到这个北京的飞行控制中心去 考虑到这回这个跨州夜扶晓飞行 它有一半的进程是在这个夜间 所以在装备上呢我们调整了一下 增配了一部分这个夜间的搜索 探照灯啊之类的一些装具 第二个呢是在人员上 我们进一步配强了这个机组的力量 以往呢我们通常是在指挥机上 配备空中领航员 这次我们五架直升机上 都配备了空中领航员 这样呢通过领航员的一个引导 让每架机都能以最优的路径 第一时间到达我们这个返回舱的着陆现场 实现这个舱落机灵的一个目标 等返回舱 抛完大底 释放完推进剂 这五架飞机将 将以口制型的布阵 向预报落点进行归宁飞行 主要是考虑到返回舱的 它返回的一个轨迹 通常情况下 它的误差不会特别大 基本上是在百米以内 它口制型的布局 它能达到一个东西南北 都能相互兼顾 往哪一架飞机的布阵方向偏移 整体五架飞机都可以向那个方向 进行快速准确地进行一个收就回收 进行快速准确地进行